您常常会觉得疲惫放假休息永远不够多吗 最近立法院开始审查国定假日法草案 各党提出的版本多达了七个 都是希望增加国定假日 因为台湾是全球公时最高的国家之一 但是世卫组织在2019年 已经将过劳定义为一种慢性疾病 而公时过长除了造成疲惫 更会让思考无法专注 反而工作表现不佳 然而现在要增加国定假日 却是引发了雇主不小的反弹 认为台湾现在景气不好 多放假会增加人类成本 加速官场倒闭潮 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增加国定假日 该怎么做才能够双赢呢 根据人类银行调查有94%的人 对薪水不满意 比例创始年金高 工时全球第四高 台湾有超过六成劳工想离职 企业的思维它都是把劳动基础法的规定 当做一个高标准 那事实上我们劳动基础法 在第一条开中文就讲了 这是最低的劳动条件的标准 我们也希望是比上不比下 有这个生存条件的话 我们也希望给员工 员工好的薪资 好的福利 增加国定假日降低工时 会是改善劳权的解放吗 打扫 洗衣 遛小孩 跑医院 民众的周休二日 往往比上班日更为忙碌 然而2023年 却因为多次弹性调整放假 全年有六个周六 通通得补班补课 廉价小缺姓变成补班地域 引发民怨 这个未来的五年 我们初步排了以后 大概都是三次以内 就不会有像今年 这种特殊的状况 行政院重新检讨廉价政策 朝野立委也抓准时机 3月2日将多达七个版本的 国定假日法草案 送进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查 目的除了是要将现行的 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 从行政命令提高到法律位阶 以便未来补班补课 更有法员依据 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 好好检视台湾劳工休假太少 过劳的状况 台湾的劳动环境长期 都是受到压迫的状态 包括说像是高工时 低薪资的情况下 其实让我们整体的劳动意识 以及劳动环境非常的不好 国定假日的天数与否 其实就是影响到了他们的工时 在这次的修法里面看到的是 不论朝頤各党其实都是支持偏向增加的方向 所以显见这的确是台湾的问题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统计 2021年OECD的38个成员国 平均年总工时为1716个小时 而台湾的平均年总工时为2000小时 不只超出OECD平均值284个小时 在38个OECD成员国中 更只赢过开发中国家 哥斯大黎加和墨西哥 人类银行在这份调查中发现 有超过41%的上班族偶尔感到疲惫 26%则是觉得非常倦怠 而因为工时太长 萌生离职念头的上班族 则已经超过六成 立委王婉玉直言 过长的工时甚至已经成了 台湾少子化的元凶之一 劳工环境不好 或是生活很辛苦的情况之下 绝对会影响大家生育的意愿 政府可能这几年来 可能都是用津贴补助的方式 但其实大家都薪资肚明 津贴补助当然都好 给我越多钱越好 但是你会不会因为有津贴补助 而愿意生 又或者是愿意多生几个 恐怕大家都知道 只是不会 所以其实真的必须要让 整体的生活环境 是能够比较舒适的 或是比较轻松一些的 才有可能让大家 敢去面对生育这样的问题 指责台湾劳工环境的声浪渐强 劳动部紧急出面灭火 表示OECD的工时统计方式 除了计算领月薪的 全职就业者经常工时 也计算打工就业者的部分工时 而台湾因为全职就业者 比例偏高 才会导致总工时居高不下 全职就业者的每周经常工时 其实台湾是2021年是41.6 那日本是42.5 韩国是南韩是43.9 那看新加坡的话也到45 所以以这样子来看台湾41.6 其实也并不太高 面对资方及劳动部的说法 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 陈淑伦总干事也拿出数据 指出台湾在全职劳工比日本更多 工时更长的情况下 明年平均国民所得 却比日本低了6万多台币 反映的正是台湾高工时低工资的困境 我比他一整年多做了将近一个半月的工作时间 然后我还赚得比人家少 那这样子当然是高工时低工资 所以今天单位工资没有拉上来的话 那我们今天当然会一直讲降工时 雇主就会认为说 那是劳工爱加班啊 不是 是因为我们单位工资太低 为什么劳工想要加班 今天如果他薪水够用的时候 或是薪水不差的时候 我想没有劳工他 想要继续留下来加班 那原因就在于说 这样的一个低薪的这种环境 那他只能靠加班费来 弥补他的一个薪资啊 然而根据劳基法 只要不低于基本工资 台湾劳工的薪水 在自由的劳动市场内 由劳雇双方自行议定 要改善台湾高工时低工资的劳工环境 从法规面像是增加有薪价降低工时 或许是一种方式 2016年政府推动一粒一休后 台湾劳工全年休假日数 包括周休二日加上国定假日 从110天上升至116天 劳权看似提升不少 但其实这是政府与资方协商 砍掉七天国定假日之后的结果 民营党在2016年那时候的修法的时候 劳基法的修法的时候 那他呢 因为他要实施每周四十公使 他们的想法就是说 这七天比较有政治意味的假日 给他删除 把他砍掉 那让这个全年的总工时 不至于下降太多 在我们的劳基法修二之前 其实原本国定假日就是19天 我们认为说这部分 其实真的是应该还给老公 由时代力量党团提出的 国定假日法草案版本 就强调还价于名 主张应该加回七天国定假日 但对雇主来说 员工每多放一天假 就是多一点人事支出 比制造业来讲 我们一天休假增加的 这个人力成本 大概是57亿左右 那以七天去算的话 57再乘以7 大概就是399亿 将近4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人事成本 每一个人都为了要讨好选民 然后一直提嘛 一天三天七天十天 再十天下去还得了 制造业你给他放假了 他要怎么去排工 在餐厅第一线服务的话 加入又是两倍薪资 还有进出口业 那你要赶工 那你怎么办 很多的问题 不是说 齐头式的就可以 这样子来定案 疫情刚解封 加上俄乌战争影响 此方认为台湾现在 景气并不好 现在增加国定假日 导致人事支出上扬 恐怕会加速中小企业的 官场倒闭潮 但难道台湾劳工 真的放太多假了吗 放眼国际 目前台湾的国定假日天数 加上劳动节 总共十二天 虽然赢过美国 韩国和多数欧洲国家 但却比相邻的日本 少了四天 从我们跟其他国家的 比较来说 国定假日是一种比较 待薪休假也是一种比较 或者是基于家庭照顾 所需要的弹性 给予的公实弹性制度 这也是一种比较 那从这几个面向来说 我们可能其实都 并不是很优秀的国家 若加上特休制度进行比较 以年资满一年的劳工为例 台湾劳工七天假 不只输给劳权优渥 动辄给予二十几天特休的 欧洲国家 也输给职场文化 相似的日本和韩国 现在在工作的这一个generation 事实上就是一个三明治时代 他必须同时照顾小朋友 然后可能也要照顾他的长者 那所以其实很多劳工 他的特休假 是同时要否拖幼跟拖劳 而他却是特休假比较少的 确实 我们来看台湾的比较 所谓之前的员工 跟日韩比较起来 感觉上是明显少了 可是我们对年资超过15年以上 其实我们的30天 已经远远超过 我们的竞争对手国了 你只是针对年资比较少的员工 你要去把它拉到跟日韩一样的水准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整个休假的日数跟天数 是一定会比别人多 那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只是对企业来说 员工多休假 难道只会造成竞争力下降 百害无一例吗 2022下半年 非引力组织4-day week campaign 邀请英国的61家企业 一起参加全球最大的周休三日实验 而六个月的实验结束之后 超过九成 共56家公司决定继续延长 这种周休三日的模式 员工的休假日增加 企业的收益不跌反增 关键就是提升工作效率 如果他是喜欢那个工作 他心情愈 他每天来上班 都觉得我做这个事情 可能对世界或对人类有贡献 或做出来的产品 可以帮助到市场上的顾客 完成什么样的事情 那他就有可能会效率比较好 绩效比较好 要实施周休三日制度 代表需要更多人力调配 但台湾超过98%的企业 都是中小型企业 其中还有超过半数 是员工不到10人的微型企业 无论是可以自由运用的资金 资源以及调整的弹性等等条件 都无法比照日韩的大型财团 我们也希望是比上不比下 你的薪资调整说 你现在是已经到两万六千多 但是我们想一想 两万六千多我们怎么找人 不可能啊 每一个人都三万多 那一起薪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也都整个配合嘛 那问题说 你要比高不比低的话 那我那看了台积电那种年薪 那我怎么比啊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看说 企业本身 有没有那个生存条件嘛 我们也希望给员工好的薪资 好的福利嘛 世新大学气管系的 林建江助理教授表示 周秀三日制度 即便在欧美国家 也还是属于实验性质 实际应用在台湾社会的 几率并不高 企业雇主真正应该要思考的 是如何给予员工 更自由的上下班时间 有些雇主他认为 我付你一个月多少多少薪水 我就是要看到你一天八个小时 一周五天你在那个位置上 但是如果雇主的心态是 我付你多少多少薪水 我是要看到你的成效的 那两个是不同的心态嘛 其实慢慢的可以去改变一些 整体的工作氛围 就是说不是只有要求他 能够到办公室 然后多少时间才叫认真工作 其实是必须建立那个 互赢和互信的这个基础就是 我也相信你能够会很全新投入 不会因为放假比较多 你就比较偷懒 或是你的产出就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这的确还需要 一些时间的酝酿 一方缩短工时 一方也主动提高工作效率 以维持相同甚至更高的产能 企业和员工只有互信 才能双赢 描绘出台湾劳工环境 更好的未来